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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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今日的主题就是说 如果有人在抗疫工作里面 刻意去做远对抗 或者失职,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呢? 中央在抗疫工作方面 已经全力支持香港 有人要药物有药物,什么都有 但是到现在抗疫工作都未能完全展开 究竟什么原因呢? 除了缺乏了我一直所说的统一协调之外 我不排除是有些人员 包括是公职人员或者公务员 他们在抗疫工作的时候 持一些消极态度或者对抗态度 如果他们有这些态度的话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去作出一些情主呢? 答案是可以的 其实在普通法里面 任何公职人员 如果他是故意去工作不力 或者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或者不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 而那个后果出来不是轻微的话 而他又没有合理辩解 那他就会造成是什么呢? 公职人员行为失败 即是misconduct in private office 这个罪行不单止包括公务员 是所有公职人员 我在这里就试试举个例给大家听 大家会明白什么叫公职人员 什么叫行为失败 在20年前 就有一个酒牌局主席 即是市政局当时叫做 就是发酒牌的 而有三个的士高老板 就想申请酒牌 就是经过朋友之下 就介绍认识了这个酒牌局主席 这个酒牌局主席就介绍了他 做律师的女朋友 给这三个的士高老板认识 就负责代他们办理申请酒牌的手续 而这个酒牌局主席 亦都将酒牌局批准的标准文件 就给了这个律师女朋友 最后当然申请到 就被人告法 那么法官就说 其实这个酒牌局主席 虽然没有收过任何金钱的利益 所以没有违反这个防止贵务条例 但是他这样做法很明显就偏袒了 他这个女朋友 没有公平公正去履行他身为酒牌局主席的职责 所以就判他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罪名成立 判处入狱一年 大家听完我讲这个例子之后 是不是知道什么叫公职人员 不单止公务员 就是这些非公务员 而是他执行公职的 都是叫公职人员 都会受到这个罪行的监管 好了 现在我们就以上水逃场为例 五封巷调派了38个屠材员 过来香港帮忙 一个星期都没有开工 究竟是食环署的人安排失当 还是上水逃房的职员是有排外性呢 而这些排外性是否会做到他们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呢 所以我觉得值得去参考 另外触高湾有3900多间床位 而入住只有800人 清衣方仓医院有千多个床位 搞了整十天 入住都是150人 外面很多人都说入不到隔离中心 但相反我们就有四千多个床位空置 这里有没有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呢 有没有卫生署的人有问题呢 除了他们是态度工作慢之外 如果有人刻意拖慢 或者是令到抗疫不相信 因为后果是严重 绝对是符合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深入去研究一下 在过往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多数是由于市民的举报去廉政公署 是由廉政公署去执行的 但实际上警方都有权力 去对于这些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去执法 我就在这里建议各大市民 如果你有怀疑有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就马上向廉政公署和警方举报 而我认为保安局局长或者李家超司长 都应该责成警方和廉政公署 主动去看调查有没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因为我们一定严重这些害群之马 不可以让他们阻碍我们的抗疫工作 令到市民长期受痛苦 顺带一提 大家都最近看到网上很多片段 有些人刻意去公开播毒 包括吐口水 不断地将自己的口末在公众地方 包括地铁 是不止一条 上次我看到地铁那条片 那个女士听说 最后警方就只是向她发出一张五千元的定额罚款 就是告她在公众地方没有戴口罩 那就了事了 这里足以证明前线警报人员 未知这种情况是严重的 所以就轻率了事 其实公开播毒 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在南非政府已经发出公告 如果有人刻意公开散播病菌 是可以告什么呢?企图谋杀 其实我们香港人生侵害罪条例里面 第十条都有讲类似的就是意图谋杀 如果保安局或者政府觉得 告意图谋杀好像很严重的话 可以选择考虑一下 同样是侵害人生罪条例二十三条 就是公开播毒的 最高判三年 又或者如果警方和政治局觉得 香港都未有一条真正适合的条例的话 我建议特区政府用紧急法 去颁布一条新的条例 去厌情这些知识分子 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厌情的话 一定很多人访效 你看看最近都已经四五条片 有这样的人出现 如果不厌情的话 不阻止成为风气的话 我不排除香港还有很多知识分子 会纷纷访效 这样就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这样就永无零日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一直都强调 政府应该统一口径 统一发放消息 不要令消息混乱 而最为人救病的 就是我们所谓病毒专家小草 你一言我一语 每个人说的东西都不同 一时又说百多万高峰期 一时又说四百万等等 这些乱禁饭货消息 其实我想问这群病毒专家 其实是否以前很少见报 很少受人访问 所以现在是享受被访问 成为公众焦点那种感觉呢 最近我又看到 我们那个病毒专家小草主席 刘雨龙先生 又说我们现在要 老人冤枝全部打了针 要打到第四针 就立即会有效等等 这些这样的说法 而马上又有另一个病毒专家 孔帆毅先生 又这样也未必然之过早 那我们应该相信哪个呢 病毒专家那十个 是否可以随时出来 找人访问他 或者随时出来谈谈呢 连这些病毒专家的专家意见 都不可以统一我们香港怎样抗疫 我建议特区政府先和这帮病毒专家 全部签了合约 未有统一口径之前 不可以个别代表发表意见 就好像我们行政会议那样 是保密规则 不可以私人发表意见 因为这样很混乱 这样也突显到我们专家的 我的意见都不一 怎样可以靠他们去帮我们抗疫呢 希望特区政府正视这些 所谓发放消息的统一 专家随便发表意见 这种漏集 多谢大家